100多個國家 他都可以download你的APP 那你的市場從大概五六百萬 暴增到應該現在幾億的忘記了 反正全世界有用資源手機的話是幾十億人口 幾百萬變成幾十億 那也就是說如果你是有做多國語系 之前有同學有統計過 如果你沒有做多國語系的話 你download次數大概幾百幾千個大概差不多 可是如果你做多國語系 你這爛的APP 也是一堆人download 為什麼?因為他download下去看得懂 看得懂的話他就願意download 可是如果你讓他download下去看不懂 他一定就把你移掉了 或者可能連download都不想download 所以這地方的話等一下再講 經濤號的部分怎麼樣去做多國語系 其實做多國語系這上面有沒有看到 Add a new translation 那這邊的話就有一個什麼呢 你哪一個國家 這邊有好多國家 全世界很多國家 比如說我今天要做個英國的 United States 或者是其他 那這邊的話都有國家 那其中的話呢 比較常見的像日本 日本的話是J開頭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個什麼 J開頭的是在 J 過了嗎 JK 有沒有J J有沒有看到 那如果說你將來要產生一個什麼 日文的話 那你可以在這邊做一個 那後面有個翻譯 不過翻譯部分的話 恐怕你就要 可能要靠一下什麼 現在最方便的工具 就是用什麼 用那個 像那個翻譯的 Google的翻譯翻一下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看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先玩玩看 這上面有這東西 好 那再來的話 我們把界面做完之後 接下來要解決什麼 解決Source 就是你點它的時候 處理那個事件 對不對 那這個事件要怎麼處理呢 其實跟Hello World一模一樣 畫面上會被點擊的 你就做事件 如果不會被點擊 不會用到的 像電話號碼 這個應該會不會被用到呢 會 為什麼 因為他點它之後 我這個是Input 對不對 Output到哪 Output到上面 所以基本上會用到的元件 畫面上元件 這幾個都會 所以這幾個都會的話 那我們要做什麼 我上禮拜講過嘛 一 宣告 你宣告在全域好了 因為全域比較好找 反正你宣告在區域的話 他可能會找不到 或者是說 你還要再多宣告幾次 所以宣告再來做什麼 畫面上要跟Source連結 因為你要把你的元件 跟物件做連結 所以第二個連結 第三個做什麼 做事件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 三個步驟 跟上個禮拜 Hello World是一樣的 那Source的部分 應該已經寫好了 大概就是在 在這後面這裡 好 那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好了 基本上就三個步驟 那這個部分 如果各位OK的話 等一下可以先試試看 那畫面先畫給各位一下 好 先把那個 介面 那我們先下個休息一下 謝謝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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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